Hi 大家好 我是云飞 那我们现在是来到了CES的现场 我今天是要来看一看英特尔的展馆 英特尔在今年最重磅的 应该就是Pansher Lake的笔记本CPU了 到底Pansher Lake的性能怎么样呢? 有多少OEM的笔记本展品会搭载Pansher Lake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去年10月份 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英特尔新一代笔记本处理器Pansher Lake的进展 也和大家详细分析了它的架构和工艺 从稍微更新的CPU架构 到把Luna Lake的低功耗和标压的高性能相结合的设计理念 再到强无敌的XE3核弦以及18A工艺上的创新 应该说还是有挺多看点的 现在Pansher Lake也就是第三代Corey Ultra处理器 终于正式登场准备开卖了 那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有哪些型号吧 这次处理器命名方式还是和以往略有区别的 分成了DiX和不DiX的版本 像Ultra X9和X7就是配备了12XE大核显的版本 而不DiX的型号大多是普通核显的版本 命名规则和之前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大多呢? 因为有一个特例是Ultra 5338H 这个U还挺有意思的 12核CPU加10核GPU 虽然它的型号里不DiX 但它实际上也是从旗舰大核心上砍下来的 我觉得应该会很香 很适合一些掌机来用 反正这个戴不戴X的命名 我觉得是有点乱的 我问了英特尔的朋友 他们是觉得核显很不一样 一定要做点区分 那也行嘛 12核和4核的差距确实需要区分一下 我们之前的节目里有讲过 这一代的Pancel Lake大体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CPU和核显都拉满的顶级型号 比如UX9338H UX7368H 就是这种 4P核、8E核、CLPE核的顶尖CPU 搭配12核满写GPU 会用在高端全能本、高性能核显本、高端掌机上 甚至可能会出现核显轻薄游戏本 这种新的品类 第二种是CPU还是拉满的 但GPU普通的型号 比如U9386H、U7356H 它们就是给那些不需要核显的游戏本准备的标压型号 你会发现它们甚至PCIe通道的数量还是20通道的 比UX系列的12通道还有更多 最后就是相对低成本的404核CPU加4核GPU普通版本了 可能会用在一些便宜的全能本上 替代之前的一些比如Meteor Lake的老机器 或者是做一个廉价版的Luna Lake的机器 虽然大体上的命名因为戴不戴X变得有点混乱 但这次英特尔的GPU命名就很合理了 以前它的GPU是叫140T、140V这个核显的名字没人看得懂 现在直接就改成了B390、B370和自家独显的命名规则接轨 这个是不是看起来就清楚多了呢? 性能方面 英特尔在发布会上也给了一些数据参考 其实多核的CPU极限性能提升应该不大 同功耗下10% 毕竟就没怎么换架构嘛 但是能效的进步会比较显著 尤其是中低负载的单核能效很好看 比起288V还要强一截 包括英特尔还展示了很多实际应用中的省电情况 Panther Lake是比Aerolake要省出一大截电的 甚至和Luna Lake这种小芯片有的一拼 功耗控制应该是相当可以的了 我们后续拿到真机之后也会来给大家测测看 不过这次我最最关注的还是这个12XeGPU的满写版本 官方说它的核显相比Luna Lake提升了77% 这个核显到底有多强呢? 现场虽然没让我们跑分 但是英特尔前五古人的干了一件事 就是允许大家自己带U盘插上去玩游戏 那我也是提前做了工作 不仅准备了对比核显的测试数据 还去测了老的独显游戏本 我有点好奇英特尔这一次的高端核显 能不能赶上几年前的RTX独显呢? 所以也对比了Time Spy 8500分的85W的RTX4050 先来测一下2077 1080P中画质不开超分的情况下 258V的核显本跑39帧 85W的4050游戏本跑81帧 而388H的新核显跑多少帧呢?67帧 算是有入门游戏独显的一个水平吧 实际玩的话我们设了一下2K分辨率中画质 XESS平衡档不开补帧也能跑到60-70帧流畅运行 在这个基础上我还开启了XESS3的4倍增生层 游戏可以进一步跑到160帧运行 不过英特尔的4倍增生层损耗还真不小 本来60多的原生帧开完只剩40了 等于是要用价值20多帧的GPU资源去计算补帧 感觉还是得掂量掂量的 再来看看黑猴 我们跑1080P的中特效原生不开任何超分的情况下 258V的核显本是跑24帧 85W的4050是跑78帧 那么这个388H跑多少帧呢? 也是67帧 黑猴里这个核显和4050的差距确实已经不大了 实际玩的时候开2K中画质 性能档XESS不开补帧是60多帧没问题 非常流畅 在这个基础上再开4倍增生层能跑到140多帧 这个损耗比2077里还要再大一点 原生帧其实只剩下三十几帧可能就有点不划算了 我觉得核显要不要开真身层还有待商榷 但是这个12X1的B390核显 它的原始性能确实已经非常强了 从官方给的数据来看 这个B390核显差不多是相当于60W的4050 也就是80-90W的3060 作为一个核显还是非常不错的 轻薄本打游戏终于不再是笑话了 这非常利好PC掌机 后面我们首发的时候还会测更多更详细的包括LOGEN的数据 也会对比更多机型 包括会对比各种独闲 以及隔壁更大卖得更贵的AIMAX 395的核显 在现场我们也见到了不少OEM的新机 首先就是华硕展台 这个新款的灵耀轻薄本还是非常漂亮的 华硕在灵耀上面用的材质很有意思 是电浆桃子铝合金 它摸起来就是一个有点像石头的手感 带点磨砂的 可以耐脏耐磨 我觉得这个沙漠色用这个材质做的就挺好看的 没有以往那种金色的俗气的感觉 然后ROG这边也有几款游戏本用的是Pancer Lake 比如新的幻14AR和幻16AR 都可以选U19386H 搭配最高5080的显卡 386H是哪个呢? 就是484满显CPU 搭配4XE普通核显的 就很适合这种带独显的轻薄游戏本 不过ROG最惊艳的还是这台机器 它是幻16双屏版 我不知道为啥要分到幻系列 这个明明就是冰人双屏 但反正这个机器确实是很惊艳 双屏 然后搭载386H加5090 屁股后面带一个支架可以架起来用 这酷炫是绝对够酷炫的了 然后我们在联想展台也看到了不少牛逼玩意儿 比如新一代的卷轴屏底机本 轻轻一点屏幕就升起来变成竖屏了 浏览网页超级舒服 并且它这个卷轴屏是会绕到A面去 可以作为一个副屏显示一些东西的 盒盖的时候A面也可以触控操作 有点意思啊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更有意思 这个是拯救者的卷轴屏游戏本 你只要一点它这个屏幕就可以横向展开变成一个宽屏 再点一下它会拉得更宽变成一个超宽屏 哇 这个画面视野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这个真的是太牛逼了 我觉得这是我在CES期间看到的最酷炫的一台笔本 这才是柔性屏的正确用法 还有这台比较特别的ThinkBook 双击它的A面就可以像马桶盖一样弹开来 然后这个屏幕就会追踪你人脸的位置而随动 你到哪儿 屏幕就转到哪儿 这个一看就是为开会情景设计的笔记本 联想传统的产品线也有不少更新 像ThinkPad X9和X1都换了新模具 搭载了Pentilic芯片 可选12X1的版本 这个新一代X1 Carbon最大的进步点就是它的可维护性更强了 不仅D壳可以轻松拆卸 轻松取下电池来维护 它的键盘面也是有磁锡连接的 可以轻松地拆下键盘 包括换键盘的layout 换触摸板都是可以做到的 与此同时 控制在了1000克以下 不过联想的Pentilic芯片首先会上市的 应该是这台就是小新Pro 16 GT 80W释放 搭载12X1核弦 我们到时候也会来测一下看看 戴尔展台这次给我们带来了新的XPS14和16的轻薄纹 经过去年灾难级的改名之后 这次全新的XPS是稳重了不少 他们把XPS的logo印在了A面上 戴尔的logo印在了D面 哇 这感觉终于对位了 机身的设计还是一如既往的优雅 但是不像上一代的XPS那么的滑而不实了 像之前的触控功能键 这一代全部都改回实体按键了 触控板区域也不像上一代那样 直接融入在万托里 只靠灯光来区隔了 新一代是做回了风格的触摸板 这就正常多了 包括机身散热也完全重新设计了 还有新的高密度电池 屏幕功耗 扬声器等方面也都做了优化 这是完全由实用性驱动的一代XPS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对的 毕竟高端轻薄本首先产品力本身得过硬 然后才能谈什么做工设计嘛 我们这次还去了微星的展台 他们的轻薄本是用上了新的logo设计 用一整条细线画出的这个 不知道还以为是哪家做化妆品的logo呢?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们新的绝影16AI 也就是以前的GS系列 它这个模具也是完全重新设计过了 真有点暗黑MacBook的味儿了 2公斤重量 然后搭载最高U9386H 加上120W的5090 双烤175W 算是和幻16AI直接竞争的一个轻薄游戏本 最后我们也去了机械革命的展台 我发现Pancelake一出之后 轻薄游戏本成了大家重点发意的对象了 机格也准备了要是15AI和16AI 搭载Pancelake加5070显卡 这个还有一段时间才会推出 产品目前还没有最终定案 但是15AI的重量应该会控制在1.6公斤左右 并且最棒的一点是搭载有99Wh的电池 可以说实用性拉满了 轻薄游戏本我觉得是很有潜力的一个市场 但一直以来各家都卖的比较贵的 机格如果能用实惠的价格来打那些高端竞品 绝对是很有戏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在CES的英特尔展台给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OEM的新机 你们最喜欢哪一台呢? 哎呀 别的钱不管啊 我刚刚在地上也是捡到两个非常不错的小玩意儿 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一次Pancelake芯片的本体了 那我也不跟你们多BB了 我得拿回去研究一下 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在看上 好像没有了 那我就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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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